嗨,大家好,我是Ms.Beng,拉曼大学学院的辅导员 我相信多数的学生们还未决定未来想要就读的科系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来个神秘岛之旅 一起探索你的兴趣以及适合你的科系 大家准备好神秘岛之旅了吗? 让我们起航吧! 在这浩瀚的宇宙中存在这六个梦幻的岛屿 居住在这六个岛屿的居民都各有千秋 透过这个神秘岛之旅,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岛屿 并在这美丽的岛屿里开启你的全新生活 你共有三次机会挑选你最喜欢的岛屿 温馨小贴士 凡是你与岛屿的居民拥有共同的兴趣与能力 那或许就是你的梦幻岛屿哦! 让我们开始探索第一个梦幻岛屿吧,那就是原始岛屿 原始岛屿上的自然生态保存得很好,四处可见各种野生动物 当你在岛屿上四处游荡时,你会发现岛屿的居民为人实际 即较为行动派 他们喜欢户外活动,如 种植树果,维修,建造房屋,烹饪,及一些技术活 这里的居民多数是厨师,技术人员,土木工程师,化学家等 他们享受居住在原始岛屿上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探索第二个岛屿 我们称之为冥想岛屿 冥想岛屿上有多处的天文馆,科学博物馆和图书馆 这里的居民喜好追求知识和独立谨慎 他们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 他们喜欢学习新知识 特别是与数理相关的知识 在这里,你将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医生 工程师 经济分析员 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进行心得交换 他们皆喜欢冥想岛屿 我们的第三个景点将会是浪漫岛屿 当你踏入浪漫岛屿 你会看见浪漫岛屿的建筑物 美术,美术馆和音乐厅 这里的居民富有幻想 好奇心及创新 他们善于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及感受来传递资讯 许多文艺界的朋友 如歌手 编辑员 作家 设计师和建筑师们 喜欢到浪漫岛屿寻找灵感 他们都喜爱浪漫岛屿 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第四个岛屿 那就是亲切岛屿 当我们抵达亲切岛屿时 当地的居民会很热情地招待我们 居民的个性都很温和、友善和善于交际 这里的居民注重互助合作 重视教育 关怀他人 这里的居民多数是老师、辅导员、教练或者讲师、医护人员等 大家都享受居住在亲切岛屿上 参观完亲切岛屿后 让我们继续探索复数岛屿 在复数岛屿上 处处可见到高级饭店 大型企业、高尔夫球场等豪华的设施 复数岛屿的居民拥有野心、能源善道 他们善于企业经营、领导 以推销自己的想法 复数岛屿 复数岛屿拥有足够的资源让他们从事生意、政治和领导的工作 这里的居民多数是企业家、政治家、推销员、行政经理等 复数岛屿可说是他们的天堂 最后我们来到旅程的最后一个岛屿 也就是现代岛屿 岛屿上的建筑物 十分现代化、是进步的都市形态 拥有完善的互赠管理与金融管理 现代岛屿的居民个性冷静保守 处事有条不紊 他们喜欢数字、数据 以及有规划的相关工作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多数是会计师、秘书、银行员、金融分析员等 大家都喜爱现代岛屿 观摩的六个梦幻岛屿后 你找到了最想落地生根的岛屿了吗? 若你想知道你所选择的岛屿 与你未来的梦想和拉曼大学学院的科系有何关联 请扫描我们的QR Code查询解答吧 另外,若有任何咨询 欢迎联系我们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的聆听